腾讯 油库等平台会将电视剧分为S加 SA货币的评级 评选条件大多是看主演的咖位或是IP大小 可要撑起一部S加打制作古装剧可不容易 通常男女主角至少得有一方要是顶流 或是平台看过视频觉得有望爆火 也可能在宣传时把评级提高 网上也在热议究竟有哪些男演员 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加古装剧 以下是网友评选的TOP10榜单 王赫帝 王一博没前十 无类第八 罗云熙第七 任加伦第五 他打败小战洋洋夺冠 望凭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加古装剧男星TOP10 陈兴旭 陈兴旭自东宫以后 他的古装剧就很受推崇 今年上半年陈兴旭 丽兰迪主演的新洛宁成堂 是优酷的S加古装仙侠剧 播出效果还可以 虽然没有到像长岳晋明那样大包的程度 但有水花 在一众95后男星中 陈兴旭的知名度 话题性 抗剧能力还算是不错的 只要是陈兴旭的古装剧 大多都能引起观众的期待感 陈兴旭有抗剧能力 虽然靠着他能开得起S加古装剧 不过目前他多半都还是会搭档 另一位有知名度的女星 来为电视剧加成 比如近两年行落宁成堂 一见清新 你也有今天搭档的李兰迪 张静怡 张若南 都是95后已有知名度的小花 要真正达到不看搭档撑起S加古偶 可能还是需要更多好作品来累积号召力 旺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加古装剧男星TOP9 龚俊 2021年龚俊凭着古装单改剧山河令 从小透明演员抱成顶流男神 龚俊的知名度 人气是有的 不过目前龚俊多半也都还是会搭档另一位人气女星来帮剧加成 像是安乐传搭档了迪丽热巴 虎妖小红娘 月红篇搭档杨幂 两部都是S加重磅古装剧 双顶流的配置 在山河令之后 龚俊目前还没有一部更广为人知的作品 接下来的搭档迪丽热巴的安乐传水花也不大 刚刚开播的我要逆风剧 从前三天的数据来看也不乐观 接下来虎妖小红娘很关键 网评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加古装剧男星TOP8 吴磊 吴磊被认为是95后男星的最前段班 先前吴磊就以古装剧长歌行 证明了自己有担任一番大男主的实力 而去年星汉灿烂的好成绩 又一次证明吴磊的收视号召力 这两部都是S加古装剧 且都开出了相当好的收视成绩 如果说长歌行的高关注是因为迪丽热巴 那么星汉灿烂的成功 让吴磊已经被认证 是能够独立扛起收视的男演员 今年的爱情而已 是因为吴磊而冲出高收视 代播剧在包雪十分关注度最高的 同样是身为男主角的吴磊 吴磊是目前公认的95后 小生Top认知度高 观众对他的演技有信任感 吴磊的收视号召力是强的 望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 S加古装剧男星TOP7 罗云熙 罗云熙因为香蜜沉沉浸如霜 一举爆火成古装男神 这之后罗云熙几乎也都担任一番男主 近年罗云熙成绩最好的作品是长月静明 正是优酷制播的S加古装仙侠剧 热播期间成功开出极高热度 是2023上半年网播量第二名 收视成绩相当亮眼 长月静明罗云熙为一番男主 不过女主角白露同样是拥有知名度的古装小花 罗云熙和龚俊 陈兴旭等人的情况类似 他们知名度都高 有些收视号召力 但还不像肖战 洋洋那样光靠自己就会吸引极高关注 他们都倾向选择另一位人气相当的女星来味剧加成 比如罗云熙长月静明搭的白露 追光者搭的无限 新剧言心计搭的颂语 望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 S甲古装剧男星TOP6 陈晓 陈晓是公认的古装男神 基本上只要是陈晓主演的古装剧都会引起话题 而且基本上都是高质量呢 今年陈晓的云香传有7.3分 去年梦华路有8.0分 几年前的那年华开月正元有7.2分 感觉陈晓不是开不开得起S甲古装剧 而是想不想要的问题 陈晓不同于很多盲目追逐流量的男星 他在选剧本上有自己的想法 因此陈晓很少言古偶 而是特别喜欢去尝试那些特别的角色 比如他挑中梦华路 就是认为顾千帆身上有一种叛逆 他对这种叛逆感共鸣才挑的角色 也因此陈晓总是不走寻常路 明明能靠古装剧轻松吸引人气 但他却偏要挑男的路走 望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 S甲古装剧男星TOP5 任佳伦 任佳伦也是一位非常有熟识号召力的古装男神 任佳伦的古装剧几乎每一部都能开出好成绩 从早年的大唐荣耀 锦衣之下到近年的周生如故 与君初相时话题度都相当高 而且就算不是大制作的评级 但也都因为任佳伦和对手演员的火花 最终冲出高话题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锦衣之下了 当初这部剧可是被积压很多年了 最终却成为当年的黑马暴剧 任佳伦去年的与君初相时 还有接下来代播的无忧度都是S甲古装剧 其中与君初相时是爽顶流的配置 任佳伦搭迪利热巴 而无忧度任佳伦搭档的是宋祖儿 任佳伦将负责扛起收拾 目前无忧度的期待值很高 任佳伦和宋祖儿的古装都相当好看 网友压宝这部剧能爆火 网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甲古装剧男星TOP4 诚意 诚意2020年以古装仙侠剧流利 一举爆成古装男神 诚意的古装剧有收拾号召力 但如果要获得最顶级S甲评级的话 还是要取决于对手女演员是谁 像是去年诚意主演的仙侠剧 陈湘如谢搭档90后顶流小花杨子 杨子的收拾号召力很强 双顶流的配置 让这部拿下了S甲的评级 刚完结不久的莲花楼也是热度口碑气飞 信心有这部剧的加成 后续诚意主演的剧评级还能再提高 网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甲古装剧男星TOP3 小战 没想到小战只有第三 小编觉得前三名的收拾号召力都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小战2019年以陈情令爆火成顶流 在那之后小战播的剧大多都是之前就拍好的库存 比如斗罗大陆这部其实是后来评级才被提高的 最初拍摄时评级应该不到S甲级而是S级 因为当时拍这部剧时 肖战尚未凭着陈情令爆成顶流 不过肖战的抗剧能力相当厉害 斗罗大陆肖战搭档吴轩怡 整部剧是因为男主角肖战才会拥有那么高的关注度 而今年肖战的玉古瑶同样是腾讯直播的S甲古装剧 肖战搭档95后小华任命 玉古瑶就是靠着肖战开启的S甲古装剧 这部剧虽然没达到爆款的程度 但肖战在里面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不少网友都表示是因为肖战才看的玉古瑶 望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甲古装剧男星TOP2 杨阳 杨阳去年的且是天下就是S甲古装剧 杨阳的收拾号召力是很强的 她的爆剧相当多 杨阳近年除了你是我的荣耀 达迪力热巴为双顶流配置 还有且是天下搭的是人气小花赵露丝外 其余项权职高手武东乾坤 特战荣耀统统都是靠杨阳撑起关注度 而接下来杨阳又有另一部S甲古装剧了 杨阳近期一直传出要演漫改男评剧反人修仙传 原著是超级大IP 近期传出杨阳已经拍完定装照了 女主目前传出是凌云 望平不看搭档就能独自撑起S甲古装剧男星TOP1张若云 大白肖战 杨阳获得第一的是张若云 张若云并不是典型的流量男星 她是自清余年后开始成为悬疑证剧 古装大剧的迂用男主 张若云主演的剧都是高质感 清余年后雪中汗刀行 显微镜下的大名都是精品古装剧 负责主扛收视的都是张若云 张若云很厉害 她主演的剧不仅都是高质量高评分 而且好几部都是热度与收视双丰收 最最经典的就是清余年了 这部被视为纪狼牙榜之后最成功的全谋剧 雪中汗刀行虽没能创下像清余年那么好的记录 但也是腾讯近三年最高网博量古装剧之一 张若云很厉害 而白晶廷 王赫帝 王一博 徐凯等人则在前十之外 目前他们都还需要搭档另一位 有收拾号召力的女星来为剧加成 不过之后有包货剧的话 他们的作品评级也能在网上 就看后续表现了 白晶廷之后有年代剧《南来北往》 王赫帝有现欧剧《以爱为盈》 王一博有民国谍战剧《光明之路》 徐凯有职场填宠剧《你比星光美丽》 你最看好哪一位呢